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需要做一些有引领的节目 28组新生代歌手和三位音乐博乐一起 从经久传唱的名歌里赋予传承以时尚和新意 我曾经说跟我朋友说 有一天如果我说梦话是一首歌 那肯定是一首名歌 而且应该不会跑掉 非常民族色彩的音乐 原来还可以这么好玩 哇 这么有趣 哇 这么流行 大家更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渠道 能够了解到名歌 了解到我们血脉里面的基因 我们倾尽全力 用最热烈的期待 歌唱一场双向奔赴 牧羊人和诗人相遇 所难与风笛共鸣 摇滚和小调合唱 知音的你 与新民歌一道 共赴时代美好 春天花会开这个舞台 我觉得是要给中国民歌 做一点点引领 思考 今天我们这些歌手 如何在这个时代 通过你们个人的努力 在浩瀚的这个民歌的大海中 能够留下你们的痕迹 大家应该是真的是珍惜这个舞台 我希望我们参加比赛的 这些年轻的歌手 假如你们的歌 都是从内心发出的 又是站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在唱 就是好歌 如果你懂 就是知音 如果你爱 就是潮流 春天花会开 歌诚东方来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天花会开》 《歌诚东方来》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梁田 我是主持人小琪 琪思君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海天黄豆酱 冠名播出的湖南卫视大型民歌 敬唱节目《春天花会开》 那一说起民歌 真的打开了我们记忆的宝库 一首又一首 是的 这个民歌历史远远流长 民歌的发展和成长自然是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民族音乐传唱人的发掘传播和创新 《歌诚东方春晚花开》 这一次我们集结了28组年轻的歌唱面孔 以青春之姿传承之态 来进行一场民歌的融合换新 是的 好风凭借力伯乐时良居 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邀请了三位伯乐 来为选手们护航助力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三位伯乐 大家好 我是伯乐 华神宇 民歌是经典的 表达可以是新鲜多元的 让传统的成为流行的 大家好 我是伯乐 谭维维 民族的还是世界的 根植民歌沃土 用最民族的声音与世界共振共鸣 我们现场还来了同样热爱民歌的四百位观众组成的支音团 欢迎大家 我们的支音团观众真的是涵盖了各个的年代 首先是有出生于五零六零七零年代 守候在收音机旁 听着民歌长大的收音机听友们 同时我们还有八零后的磁带听友 以及音乐喜好个性多元的九五后 零零后的网络听友们 年轻的朋友 但刚刚我很眼睛地发现在观众当中 好像还有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们 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能够听到最地道的中国民歌 感受到最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所在 欢迎我们所有支音团的支音们 春天花会开第一赛段进场规则 二十八组进场选手即将登台首唱 演唱过程中支音团将实时进行投票 票数超过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 即晋级成功 恭喜 未打倒即晋级失败 非常遗憾 每场晋级名额尚不设限 晋级成功的进场选手将有机会登上绽放席位 能否绽放将由三位伯乐共同商议决定 登上绽放席位的选手将在下一赛段获得额外权益 花开大战一触即发 春风过尔静后花开 本场晋唱即将开始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 海天黄豆酱点降时刻 三位伯乐将依次从二十八首歌曲当中 挑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一首 那么被点到的歌曲演唱者随即登台演唱 哇 五十八 点歌 点金点降的意思吗 我好紧张 是博乐点还是抽签呀 点他想拍一首 海天黄豆酱 你要做好随时上场的准备 我觉得这个挺刺激的 那究竟第一首出现在春天花会开舞台上的歌曲 是什么呢 海天黄豆酱点降开始 全力交给三位伯乐 我心脏要跳出来了 不要 不要 不要说 不要说 这真的好好刺激 对 我好紧张 这样吧 我先提一个建议吧 因为今天是我们春天花会开的第一期 并且录制现场是我们的湖南卫视的演播厅 我在所有的曲目单里面看到了一首我非常熟悉的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盛行的一首湖南民歌 湖南民歌 谁叫湖南民歌 谁 谁 洞庭 于米香 你不管是第一个上还是最后一个上 我觉得都差不多 因为我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一些自信的 看你们孩子了 我对自己的心是很正常 对自己的心是很正常 因为他也有很多怀疑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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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湖南长沙 是一个滴滴叨叨的小妹子 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就是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静眼顺序 他们都不知道 他作为第一个登上舞台的歌者 我觉得要给他极大的鼓励 我非常高兴看到你在这个舞台上 有一种全新的展示 跟我们大家之前听到的 何继光老师唱的这个动听与米香 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同样表达了 胡广熟天下族的这样的一种景象 因为我在你的音乐里面 听到了里面有明月像笛子的这种悠扬 我能够感受到你想带给大家 这种泛舟湖上的这种摇曳 这种心情的惬意 我其实特别希望 能够把我们中国的民歌 带给世界 做出一些能够让世界 都能够听得懂的中国民歌 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姑娘 不但是对自己本身实力的自信 更是对家乡文化的一种自信 所以接下来 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了 我们要来看一看 你刚刚的动听与米香的这一段演唱 能不能征服现场 超过240位的知音团呢 结果究竟如何 请揭晓 这就揭晓了 好快 这有点吓人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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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秀一 恭喜秀一 成功晋级 谢谢大家 我会努力带来更好的舞台的 但是你要知道啊 你看那边还有一个三个空座 那个叫绽放席位 所以接下来 面对晋级的杨晓秀一 第三位伯乐 难题给到你们 你们可以商议一下 他可不可以坐上绽放席位 我感觉他有再去做很大的一个尝试和突破 然后改编也好 包括说演唱方式 下一个会更好 有时候保留可能 我们刚才在经过大家的商讨以后 我们觉得 首先你是第一个出场 作为湖南女孩 又那么充满自信的 带给我们完全换新的一首 动体与米香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要给你这个机会 天然的绽放水中的贵族 我们和真正天然矿泉水 水中贵族百岁山 一同宣布秀一 入座绽放行为 接下来请伯乐们继续点将 我在这个歌单里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 我是川妹子 我看到了一首遗族原创歌曲 是你吗 不是我 特别打动我 我曾经听过 特别打动我 我想点这首歌 《长子》 我是来自梁山地区的遗族 这一次出舞台的歌曲叫做《长子》 它是写给我的父亲的一首歌曲 是时候把它做 让大家认识我的一首歌曲 谢谢大家 噢梦啊 我听见 雨随对风在吹 星星在家的北 弟弟们已经睡 何时让我看见 影在飞 浪在吹 我长大了 会不会 去远方成为谁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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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长大了 会不会 去远方成为谁 我长大了 会不会 去远方成为谁 我长大了 会不会 去远方成为谁 我长大了 会不会 去远方成为inder 你还关注一下 那个人和你 我长大了 会不会 去远方成为谁 有世界 去黑糖 来自成都 欢迎先和各位介绍一下自己 欢迎先和各位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一组音乐人吉胡来自成都 欢迎我们的吉胡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下 三位博乐老师对于刚刚的歌曲 特别是维维老师也专门说过 您之前就听到过这首歌曲 所以三位感受如何 我有点激动 真的 因为我听过这首歌 但是我没有看过她的人 然后她说了她的名字 就是她自己原创的歌曲 而且她有对她家相纯粹的理解 还有她真正的情感 音乐里面有留白 所以说我很激动 我真的是鸡皮疙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起鸡皮疙瘩 有没有感同身受 她第一声出来 我第一个感受我想家了 我想我的妈妈了 我觉得这是一下就把我 带入到那个情感里面 这个比一切都重要 你的情感或者你的表达 你想说什么样的故事呢 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尝试 用遗族的语言去创作 所以我就想象了 一个遗族年迈的一个母亲 用带着一点点哭腔 一点点假声的声音 告诉她的孩子 就是可能你勾得好嘛 她的思念 就是你要出发了吗 你现在是不是要出发了 就是你不要再往回头看了 勇敢地去吧 特别是在我们家乡那种群山阻隔的地理环境下 那种离别她也不知道下次见到她 会是多久 一年 两年 甚至三年 而且路程上她会经历什么呢 可能她一个母亲的这种想法 会让我觉得说 非常的打动我吧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开心自己 把这一段情感记录下来 也在今天唱给了大家 遗族音乐非常有特点的 就是刚才她用三段题 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它是一种叙事歌的结构 而且她的歌词 都是非常对账工整的 再加上你的这种 男男戏语般的 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我觉得每个人肯定都会 身临其境 都会感同身受 所以感谢你给我们 带来这么好的音乐 谢谢老师 如果你今天要是 可以继续往下面走的话 那你还会带来你的 是原创作品还是 对 我觉得如果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多一次机会 我想多呈现自己的 对于新的民歌的一些理解 和一些情感 太期待了 今天很高兴 能够在春天花会开的舞台上 听到原创歌手带来自己的歌曲 那究竟这首歌曲 是否能够获得知音团的认可 成功晋级 那下面我们要一同来揭晓结果 请揭晓 恭喜金虎成功晋级 谢谢 谢谢 神经理解释 不容易 财神 财神 我们感觉都不用讨论了 我们听知音团的 好 那么就如我们的三位伯乐 与各位知音团所愿 恭喜吉胡成功入座 绽放席位 其实我们特别开心 能够看到吉胡 讲述自己家乡的故事 我们也希望 在接下来的这个舞台上 吉胡能带给我们 更多他家乡的故事 以及如今伴随着乡村振兴 他的家乡 也许会发生 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不定在未来吉胡的歌曲当中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再次祝贺吉胡 那下面我们有请 三位伯乐继续点将 我看到这里有一首非常经典 大家也应该都很熟悉的一首歌 是奇遇老师的一首作品 叫做《橄榄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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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 二日加油 既成不守旧 创新不忘的 一首民歌 它就像一喝特别沉年的老酒 希望通过我们两个努力 能把这个民族音乐 时尚化 流行化 让更多的民族人去接受 把这个民族音乐发扬光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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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不愿问我从眼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远方 为了天空飞向了小鸟 为了山间清流的消息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流浪 流浪远方 还有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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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 太强 一曲直音天上游 人间能得几回文 谢谢两位敬唱歌手 带来的这么悠扬的橄榄树 从庄树来看 感觉的确两位的故乡是挺远的地方 来 先跟我们现场的直音团 和三位伯乐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来 大家好 我是奥尔奇朗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疆和田的麦麦提将麦的科斯姆 大家都叫我音乐人小麦 老师们好 这两位是属于那种真正的唱将了 很能唱 而且开头那个呼麦很震撼 一上来就把我们所有人都给 最少把我真的是给震撼住了 然后全程一路 就是有一种披荆斩将的感觉 谢谢老师 谢谢 我的感觉像做了一个时光穿梭机 因为真的 因为他们两个一上场的时候啊 我看这个着装打扮 肯定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然后音乐响起 我觉得最巧妙的是 他们有他们本民族的唱腔的同时 他们并没有离开这个歌曲 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敬佩的 谢谢 我很早就认识奥尔其乐 但是我今天在舞台上真的看到一个成长了 进步了完全不一样的奥尔其乐 你们两个把你们本民族的这个音乐结合在一起 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一首音乐展现在这个舞台上 跟我们以前听的齐玉老师的橄榄树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带着那种来自这个民族最本质的那种生命力 在舞台上得到了一种展现 维吾尔族和蒙古族 两个树根放在这 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对 好 刚刚老师们也说啊 一个来自内蒙 一个来自新疆 蒙心组合 是不是 蒙心组合 现场的我们的知音团的观众们 你们觉得他们的演唱怎么样 好 是不是 有没有信心觉得自己的投票可以让他们就是过晋级线超过240票 哇 你们自己这么有信心 那话可是你们说的哦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熬日和小麦 熬日和小麦 他们带来的这首橄榄树能否征服现场的知音团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请揭晓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请揭晓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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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谢谢 谢谢 小麦 小麦 你刚刚那句可以大声讲是什么 谢谢的意思 维吾尔语是 好 大家又学会了一句 对吧 在这儿呢 要跟大家特别交代一下 这两位的通过率高达85% 支持率超高 高分通过 那接下来难题又交给了博乐席上的三位博乐 可不可以进入绽放席位 我们不同意的话 知音团不干 你明白吗 我觉得他们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不管语言是否相通 只要动人了 动情了 就可以打动每一个人的心 那么 恭喜 奥尔奇愣 恭喜小麦成功入座 绽放席位 恭喜 来 请入座 太棒了 接下来我想要提醒 还没有上场的各位选手 你要注意咯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三个绽放席位已经坐满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登场的进场选手 如果成功晋级 那么博乐们会现场决议 你是否有资格替位 绽放席上的某一组歌手 我给你踢下来刷了 我给你踢下来刷了 我给你刷了 好 接下来请各位博乐继续点将 我们在歌单上面看到了 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广东音乐 彩云追月 大家想不想听 彩云追月 大家想不想听 谁 谁 不是我 我 警察唱 天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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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走了 加油 不 加油 我是来自俄罗斯 你们都可以教我凯莉 为什么我相遇乐语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语言 对比适合唱歌 就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挑战 是外国人 啊 你 我 你 是 你 是 我 你 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晚了渴望 挂飞 跑照射箱上 慢着着平洋 夜着着飘凉 可因千家亚光阳 白方今次方光 一片封印起墙 夜着飞 往上 风风晴 雨雨上 阳光阳光 大家先打个招呼 我相信很多人此刻一定充满了好奇心 不光对于音乐所打动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Archagovy Ekaterina Nikolaevna 我是来自俄罗斯 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方便我在后面称呼你的名字 我有中文名字 我叫凯莉 那凯莉现在在中国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买土豆的 你每次给我们的反差 让我们感觉很惊喜 对 我是 我现在在中国做一位歌手 请问您就是学音乐的吗 没有 我自学的 哦 哇 我们都特别的惊讶 一首广东乐曲《彩云之乐》上来的是一个 俄罗斯的朋友 俄罗斯的朋友 并且还唱的是粤语 应该不够标准吧 但是你今天完成的特别的好 并且是完成的需要很长的一个气息 明明亚海梦一航 他有很长的一个气息的线条 他还边唱边跳 就让我想到 其实很长的一段时期 我们经常会演唱俄罗斯的歌曲 风靡一时的 那时候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红梅花而开那些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通过音乐 通过歌曲来交流 来彼此了解 好 谢谢 谢谢三位伯乐 那么刚刚我们听完对他的点评之后 现在我们也要听一听 各位知音是否给予肯定 他能否晋级到下一个赛段呢 我们就要一同来揭晓结果了 我们就要一同来揭晓结果了 非常遗憾我们的凯莉 未能进入到下一个赛段 虽然在春天花会开的舞台上 对于凯莉而言 你的音乐的旅程 可能暂时的告一段落 我相信你对于中国民歌的热爱 喜爱 以及对于中国民歌的探索 肯定不会停止 所以最后谢谢凯莉 作为一个如此喜爱民歌的俄罗斯的朋友 在这个舞台上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凯莉 这边请 谢谢 加油 顿时觉得有点紧张 我的妈呀 当时心里哄一下 怎么突然间就开始淘汰了呢 而且就直接就再见 没有任何提前的预长 而且一下淘汰了 真的特害怕 好的 究竟下一首歌曲 我们又会看到怎样的舞台 我们把点降时刻交给三位伯乐 我看到了一首歌 没有听过 很陌生 叫《光》 《光》 什么 刚才说不可能选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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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有点梦 但是既然来了 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最好的音乐带给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路身往山那边 云下面 寻找我梦中的学年 跟着风 跟着雨 我的脚在天之间 美丽那么长 神秘那么长 你是最美那首歌 我爱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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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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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上她 啊 啊 啊 美丽那么长 神秘那么长 你是最美那首歌 我爱那么多 我爱那么多 难听那么难得累 这心说 是双人 对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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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的演唱真的是让所有的人为之尖叫 接下来呢 跟所有的知音团和伯乐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等一下 确实这个歌太激动了 没关系 我叫拉丹珠 我来自四川省梁山州有我的老乡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然后我要解释一下 我叫拉丹珠 但是很多人疑问我是藏族 但是其实呢 我是乙族 我的妈妈是藏族 然后呢 再用藏语给大家说一句 说一句 大家好就是 我觉得有点紧张 拉丹珠 谢谢 今天来吃的饭饭 就是 大家好 春天花会开 欢迎 欢迎拉丹珠 很可爱的女孩子 谢谢 有一个小细节特别可爱 因为那个灯光照到她了之后 她转了一下 特别可爱的一个 感觉她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 你会经常登上舞台吗 会 但是都是我们当地的那种 就是那种群众性的舞台 但这种电视比赛我是第一次 特别想知道你的 对这个歌曲的一个理解和感受 我很想听你的故事 其实我很简单 就是因为西藏 就是我一直很梦想去的地方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 然后这首歌刚好就是讲的纳木错 纳木错就是在西藏嘛 所以你是没有去过纳木错吗 对 还没有去过 所以说好像没有什么发言去 不是 她唱完了之后 我感觉我去过了 特别的 羡慕你有一个很好的嗓子 明哥和这个地理地貌密切相关 所以大家觉得刚才她唱的时候 你看很多的都是高亢的 明亮的 圣洁的 带给大家这种感受 其实虽然你没有去过 但是你血液里面带着 谢谢老师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你的声音 然后觉得非常的美 然后也非常的亮 然后因为我刚刚有听你说 你是第一次来到电视节目 什么契机让你想要来这个舞台呢 没有 说到这个真的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是个什么比赛 是最开始是我一个朋友 他推给我 然后就说有比赛去参加呗 然后我就好吧 去呗 然后过了两天 导演子就让我过来面试嘛 然后我还以为是个什么骗子 我当时还以为 然后我说 我说你有什么证明什么吗 我再过来 他说没事 你来吧 然后我来了以后才知道 就是可能要录节目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就是 是这么大型的一个 然后就是让我真的非常惊讶 所以我到现在就有点懵 我觉得自己在做梦 圆梦了 对 没有做梦 这是真实的 那你现在毕业了吗 刚刚毕业 就等于还没有开始工作 我当了半年老师 然后最近应该下岗了吧 好直率 还是学生的时候 美好 真的 真的美好 没事 你来这儿是再就业的 那个刚刚你一直说没有想到 所以接下来可能是你最想不到的事情 确实 就是成绩了 对 我差点忘了 还要打分 你有信心吗 你差点忘了 我以为你还了 有信心吗 有 好 我们一起来揭晓 请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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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花为你绽放 谢谢 恭喜 恭喜 恭喜大单猪 凭着这个穿云烈薄的歌声 成功晋级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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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太幸运了 卡莎莎 我再告诉你一件你想不到的事情 你知道你的现场支持率是百分之多少吗 百分之八十吧 八十 有多少 九十 恭喜你答对了 百分之九十的支持率高分得过 谢谢 谢谢 太了不起了 太棒了 小小的身体有着大大的能量 知道那边有绽放席位吧 他们仨已经坐在那很久了 已经没位子了吗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上去替他们一组人 其实那个地方还可以再做几个人 是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但是规则上讲可能不行 还可以做两个 我给你空出来了 别再擦干净 来吧 博露团的各位老师们 我们决议一下 谁 佳姐 你决了吗 她要下来一个 谁下来 我下来 你是说 就别生结了 对 我就说了 对 我就说了 可以 来吧 博露团的各位老师们 我会 我们会觉得 我们会觉得 伊伊 我觉得只要能坐在这里 不管坐多久 都是受到的一次认可 对 所以 那就让我们 恭喜拉丹珠成功入席 战放席位 谢谢 谢谢老师 惊喜还在继续 接下来 我们就请三位伯乐继续点将 -ojan��ине 我 我的妈呀 好 好想人 顶我 是不是我们 好 那我们选一首 草原 草原上 升起不落的太陽 念得太準了 念得太準了 我的歌帶有一點 國風色彩的頁要穩 我的對手永遠都是自己 每一首歌 每個舞臺 我都會設一個高點 我每次都做到了 好 藍藍的天 天上白雲飄 白雲下面馬兒跑 回東邊兒相思放 白雲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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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雲下面馬兒跑 揮動著電兒相思放 白鳥啊 起飛翔 白雲飄 白雲飄 黑雲飄 白雲霄 白雲霞烈马耳跑 挥动着点耳向四方 白鸟啊 起飞翔 小时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假象 假象 假象 造年生生起了部落地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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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生草原生部落的太阳 相信这首歌曲带给各位知音的感受又是有所不同 那在我们来抒发感受之前 先请她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打个招呼 大家好 老师们好 我是正闯来自江苏南京 对 很摇滚感觉的 对 感觉不是一个太阳 而是后翼摄入的九个太阳 非常的火爆 你平时私下也是一个 很豪放性格的人是吗 那必须的 就是在我眼里面 我觉得他是非常大胆的一种尝试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华华老师 花花博乐 刚刚我们也提到 这是一种很经典 很经典的名歌 有一个新的旋律 是你自己写的 还是比如说跟我们的 音乐总监老师讨论过后的 这首歌是我 就是五分钟 五分钟 然后和弦 然后包括所有的主副歌 都是我自己写的 其实挺冒险的 这样的一个改编 这样的一个音乐方式 有帮助到你更理解这个歌吗 我觉得这首歌 它在我心中 就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对 我就觉得草原上 升起不落的太阳 我认为就是它 一定很狠地挂在那边 对 所以说我就有可能会唱得 比较稍微豪方一点 明白了 因为这一首歌 是一非常经典的一个名歌 也是应该说是蒙古族的音乐里面 走进大众视野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之一 我觉得无论是你的 对传统音乐的理解 和你新的思想的一个表达 在这里得到一个新的结合 哪怕是试错 也是我们共同来探讨 中国的民族音乐 应该往哪些方向来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 那听音乐来说呢 每个人就会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还是把这个权利 交给我们的知音团 谢谢雷佳老师 的确像您说的 这种方式的改编 是否能够获得 现场知音团的认可 成功晋级到下一赛段 我们一同揭晓 这种方式的改编 是否能够获得 现场知音团的认可 成功晋级到下一赛段 我们一同揭晓 非常遗憾 正常没能够进入到 我们的下一个赛段 那最后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春天花未开 其实我也是花 其实与我而言 我觉得他改编的 虽然很大胆 但是他其实 他想讲的 就是他所理解的 这首歌的意思 就是他的演唱 没有和他这个改编的编曲 相融合 所以就会显得有点脱节 掌声送给正床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们 我今天的现场状态 表演不是很好 我肯定坚持自己的风格 马尔赛我心中的 肯定是狂野在跑 肯定是飞跑 但是可能 这个跑得快乐 他们好像也不大能接受 还有在学习 那下面我们有请 三位博乐继续点将 想听一首内蒙 大家熟悉的一首歌 《红艳》 加油 牛奶可以融合非常多的东西 而且也不是他自己的味道 所以希望我们乐队也是 可以像牛奶一样 融合所有的元素 并且奶味十足 后面天空上对对排成航 后面天空上对对排成航 就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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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 讨厌 情深 忧伤 中文字幕志愿 这首歌 再唱 或讨厌 你能语és 好好说 再唱 吧 快乐 啊 像我的家人 ¡手 你身材 超越沙粹的地瓜 天空有多遥远 秋何干 在天海 今夜不醉不荒 今夜不醉不荒 好听 这个改编属实很意外 但是作为比赛来说 有一点多比赛 所以 我觉得不如我们的志愿 来 大家好 我们是Milk牛奶乐队 欢迎 欢迎Milk牛奶乐队 我是Nigel 郑伟杰 Milk的主唱 我是马来西亚的华裔 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朋友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接触我们的中国音乐 中国民乐 我去哪里都会比较喜欢看本地人怎么生活 而且不只是看他们 而且想投入进去 所以我跟着他们这几年 我也学到不少东西 就我们这里有上海人 我们这里有两个东北人 然后一个四川人 对 我想问一下 你们之前去过草原吗 我没有去过 你们平时是做原创 还是像这样的改编 或者是创编民族歌曲是第一次或者是 这次是我的第一次 所以确实有点害怕 这首歌写的是 坐着想回家 但是回不了家 就跟我有点像 就这几年回不了家 有点不开心的感觉 但是他们又说深了一点 有一种往前走的一种感觉 就一直在有希望地往前走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的态度 坐文Milk也是里面一个吧 对 我觉得 我突然有了一个反思 是我自己的 因为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融合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试错了很多 对 可能我用我们想象的这种方式 再以为大胆地去突破 但是当时的情境 和当时带给观众的一个直观感受 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因为《红艳》是大家真的特别熟悉的一首歌曲 所以我想听我们现场观众 他们听完这个改编之后 有不同的一种感受吗 来 这应该是网络听友团了 我听原唱的版本 我是觉得它是那种 每一个印度拉的很长很疗远很宽广的感觉 但是我听到这个版本 我觉得他们加了一些比较轻快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它赋予了这首歌一种更新颖的活力在 我很认可这种改编 我觉得它能够让传统的东西会发一些新的升级 谢谢 谢谢 我认为可能 现在我们的米尔克 他们给我们更多的是 新颖和现代感一点 但是呢 我更喜欢原版的 这样一个草原上的美好的享受 作为一个外国人 我觉得这样的风格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有那种we rap R&B 我们感觉很舒服的 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的 谢谢 谢谢 维维老师 刚刚您的思考有没有一些结果和答案了 我特别鼓励不要为了创作而创作 其实明哥真的是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 如果是流行音乐 没有问题 但是它是明哥 我觉得对于它的整个的情感的表达 文化背景 我们可以带斟酌 你们今天这个改编是 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会就是非常的喜欢 其实我也很喜欢 当拿到一首歌的时候去找它的突破口 这是玩音乐的一个态度 对不对 我觉得年轻人玩音乐是非常 就要大胆创新 这一点呢 是我非常支持你们的 但是 我希望你们就是还是要多么创新 都要去找准这首歌真正在表达的它的方向 在表达什么 所以又要创新 又要表达出这首歌真正在表达的意思 其实这个很难的 但是我相信你们其实是有这个能力和这个技术的 谢谢 传承承和创新 人们的生活实践当中 不断的创造 不断的换新的 我想如果你去过内蒙了 真正跟牧民在一起 有过交流 看看他们的生活 我相信你的改编会更加贴近这首歌 就像你们的名字牛奶乐队 你们也可以去内蒙走一走看一看 去去牛奶的这个我们最大的奶原地之一 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 你们的音乐会更加的丰富 那么刚刚由Milk乐队带来的这首《红艳》 他们传达的思想之情 现场的各位知音团的观众们你们收到了吗 他们能否挑战成功 获得240票以上呢 请揭晓 恭喜 恭喜六十乐队 这支轻巧的红艳寄托的相词大家收到了 现在在这儿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 来 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会很努力 继续努力 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 但是了解这个名歌 然后带给你最好的作品 今天可以看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 中西音乐的交融 传统与现代的一个碰撞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创新 可能在创新的过程当中 会改变改过了呀 或者是失去了原本该有的意思 但同样我还是会觉得 他们竟然敢于去尝试 其实这个就很值得去鼓励 接下来海天黄豆酱点酱时刻 我们来请伯乐们继续点酱 想听哪一首歌 我们想听一首赤乐歌 我要去了 没有机会了 谢谢 加油 我在准备赤乐歌的时候 我反复去听谭维维老师的原版 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谭维老师的认可 还有观众朋友们的认可 歌曲 李宗盛 心随天地走 一杯牛扬起 一杯牛扬起 部门 拥抱录月 离别 在他们的精品 在天的极桃 极月亮亮聊天 恪惑迎售脸 陪了刀马杆 心随天地走 寻找那大怪 gewesen 心願你在哪 姑娘問著天 在天的盡頭 月月兩巴掌 割火影著臉 從外赤了船 時熱船 陰山香 天似酒 烏龍蓋絲涯 天蒼蒼 月朗朗 風吹草地線 永遠 永遠 天蒼酒 陸陸海絲涯 天蒼花海絲 情願已在哪 走馬遲了床 謝謝這位用歌曲帶我們去到了遼闊的草原的歌手 謝謝你帶來的演唱 謝謝 首先先請你來跟所有的知音和我們的三位伯樂做一個自我介紹 知音們好 伯樂們好 我是來自中國音樂學院的張群航 謝謝 歡迎群航 我自己選這首歌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譚薇老師也會來 然後我現在就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剛剛這個歌曲響起的時候 我都以為是我跟你選的 我覺得特別不一樣的一個感受 因為我自己演繹過這首歌 也參與了它的一些創作 我覺得剛剛的整個編曲和你的表現 跟我之前表達那個赤勒川不一樣了 有另外的色彩了 加入了我們管弦樂 把那種草原的壯麗展現出來了 而且它剛剛離掉了 哇 從音樂的遞鏡上 又把它帶到另外一個畫面 如果從民族唱法來說的話 其實我還要向她學習 我覺得我很喜歡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薇薇老師 剛才演唱的這首赤勒歌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我們南北朝的樂斧詩 裡面非常著名的壹首 正因為是《朱玉在前》 薇薇以前唱過 我相信群航的壓力會非常大 是的 但是妳剛才完成的特別好 我覺得不但用妳的聲音 給我們勾勒出了一副 有亘古千年的這種聲援 同時也帶有妳自己獨特的一個見解 就是它特別的親力 同時又特別有張力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 就是每壹首作品 我覺得要唱出自己的感受 在不脫離這個作品本身的 這種精神之外 我覺得要賦予它新的一些內容 剛才妳做到了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薇薇老師 那真正的反饋 這位就要來共同見證 是否我們的群航 能夠成功地進入到下一個賽段 請揭曉結果 恭喜張群航成功進入下一個賽段 恭喜 謝謝 在這個舞臺上 我們剛剛聽到的 巡航講述了自己來之前 一些緊張擔心的地方 但是我們用實力證明了自己 同時我們也要用實力 來為難一下三位薇薇老師 接下來 三位薇薇老師要討論一下 他是否能夠登上綻放席位 如果可以的話 又要替換掉哪一組 此時此刻已在席位上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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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遠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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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確實很好啊 我覺得非常 確實很厲害啊 對啊 但是問題是十三八十 我覺得目前好像唱功最強 我感觉从技巧上来讲 而且他们主要是唱法 他们 他们四个 他们几个唱法不一样 不一样 对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他的技巧性 是真的一看就是非常系统化的 去学习 而且 就是 而且情感又那么的 饱满 我反正太能唱了 就是 很难 很难 对 我觉得上时肯定 可以上 我也 我也是觉得就是他肯定能 我们的三位伯乐老师 是否做出一个决定 嗯 我们 海天黄豆酱 春天花会开 夏节更精彩 海天黄豆酱 春天花会开 现在继续 这里是海天黄豆酱 冠名播出的春天花会开 海天黄豆酱 怎么吃都好吃 春天花会开 官方指定用水 百岁山 真正天然矿泉水 水中贵族 百岁山 我们的三位伯乐老师 是否做出一个决定 嗯 我们 我们 猪猪 对 猪猪 猪猪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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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是吗 好 掌声恭喜张群航登上 绽放席位 那接下来 我们继续进行点降时刻 来 请三位伯乐继续点降 我们再来听一首 东北民歌吧 这首歌叫做 《星货狼》 加油 老妹啊 加油干啊 这是我第一次改变民歌 我觉得把这个东西重新捡起来 然后能把它翻新一下 重新让它再绽放一次 然后再让大家接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我会使你 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我会说 那么我会发生了 现在就像我一样的 那就是我一样的 我会发生了 那就是你 我会发生了 但是我会发生了 你 然后就像我一样的 那就是我一样的 歌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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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起鼓来 敲起落 推着小圈 开送火 打起鼓来 敲起落 平凡的我 送平凡的火 耶 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和 公娘喜欢的小华铺 小火炸的纤维薄 专家猪鞋跑得快 大声赛跑不怕摸 周一周固好多多 又感生了又暖和 脚底板 袖袖袖袖骆驼 走起 我的小车 没想过战争世界 我的小车 刚好呢 刚好呢 我的小车 传爱你 这个世界 我的小车 刚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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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喽 我送过了 吃点太甜多了 双方奔的那个大拉开 走而争取错了 我不想解采过 伤害太快做了 不到山里的葡萄杯 害得我的心窝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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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路渡遥远 安安安安安安 翻山越灵过的河 嗯 帮你帮子进闪闪 高粮淡点红丝火 大豆捷家庭溜溜溜溜蜜 起死风的不显摇弯了 可爱 草莫衣 打击鼓来 敲击落 推着小车 在散火 打击鼓来 敲击落 平散的我所平凡的火 耶 我的小车 专门给整个世界 我的小车 打击鼓 打击鼓 我的小车 没想过整个世界 我的小车 打击鼓 打击鼓 谢谢 哇 太有感染力了 太棒了 先跟现场的父老乡亲们 打声招呼吧 来 好的 各位父老乡亲们好 我叫戴心梦露 我来自宇宙的尽头 东北 我特别想问一下 现场的观众 听完这个东北小妞 新货郎之后 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觉得怎么样 我们这咖喽有人 我们这咖喽有东北人 就觉得很有反差 然后刚上场的时候觉得 哎呀 买着 这孩子好可爱 越往后面就觉得很嗨 然后就把整个场子给热起来了 就非常喜欢 谢谢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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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伯乐听过戴心梦露的演唱之后 觉得他这首 非常大胆的东北名歌的改编 觉得怎么样 首先我非常喜欢你的这个 大胆的这个改编 然后其实 如果要不因为我是伯乐 想要故意表现一下 自己的这个稳重 其实我很想跟他一起放的 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 对不起 我有感觉 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 其实我内心刚刚已经在心里面 跟你全程都跳起来了 对 对 然后我想问就是 这首歌的改编 是你自己的想法是吗 是的 我很喜欢改编 太棒了 我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挺想看到有这种 所有的度都拿捏得刚刚好的这种改编 然后呢 并且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朝气 有现在这种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在里面 包括你的说唱也很可爱 然后从你一出场 你的造型 服装 就一气合成 对 对 非常喜欢 谢谢老师 非常完整 非常精彩的表演 那个 我没有太get到 好像跟大家不一样 我没太能get到这个感觉 因为你里面堆砌了很多很多元素 我甚至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歌 你加 融入那么多元素 你有没有觉得太多之后太过于满 我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点像现在的旋律说唱 我没有想到那么久以前 东北银就已经开始玩旋律说唱了 这么厉害 然后我就想 既然很像的话 那就尝试着结合流行去弄一下 其实维维维这样的疑问 我觉得也不奇怪啊 因为这首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郭宋老师他创作的时候 是推着小车来送货 打起鼓来 敲起锣 推着小车来送货 是吧 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今天梦露带给我们的是直播带货的感受 我想说一下 他非常的聪明 就是他找到了我们传统艺术 其实在货篮 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曲牌 它是很早就有的一种说唱艺术 在我们的传统艺术里面 其实你看我们平时听到的 像金运大谷啊 山东快书啊 平潭啊 它都是跟说唱艺术细细相关 然后你今天的这个改编呢 带给大家非常轻松 诙谐幽默 同时我相信 如果你能够完整地展现 这首作品的时候 让大家可能会听到更多的 关于民族的音乐旋律在里面 的确是这样 因为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 我可以理解这种 就是骨子里面的直爽 所以其实你的音乐当中 我能够感觉到 你很快乐 你想把你的快乐传递给大家 好 谢谢 再一次谢谢 谢谢三位伯乐 对于梦露的点评 接下来 究竟带新梦露带来的新货郎 能不能征服现场的知音团听众们呢 三 二 一 请揭晓 谢谢 恭喜 恭喜带新梦露成功晋级 非常感谢嘉一门的支持 谢谢 感谢嘉一门的支持 我其实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已经感觉到 他们被老师说的那一点 就是东西加多了 我后面一定会多多 把这个歌词好好钻研一下 争取多表达一点 我对一名歌的全新的理解吧 我们看到这个绽放席上 疾狐啊 跟熬日和小麦啊 做了快大半场了 那我们下去了 别 单位伯乐 难题给到你们 带新梦露 他是否有机会 替位绽放席位上的 某一组选手呢 两位哥哥做了好久了 对啊 奥运小麦 从头做到尾 真的 从头到尾 这俩哥哥太强了 他们真的回不来 真的 真的 不能 不管 真的 太强了 我们三位讨论完了 好 请花花来为我们宣布结果 因为其实像刚刚维维老师 有专门对你这个改编 会提出一些些小小的建议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 对于你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下一轮再努力地绽放 好的 谢谢老师的鼓励 谢谢老师的指教 谢谢 好 谢谢 再一次掌声送给带新梦露 恭喜你成功晋级 请去到晋级区休息 那接下来海天黄豆酱点酱时刻 请佛乐们继续点酱 在这个之后我们还想听一首 《长江之歌》 《长江之歌》 好 好 《长江之歌》 好 《长江之歌》是 《长江之歌》 这种歌一般人敢唱 不敢唱一般人了 是本尊我了 好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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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加油 加油 我们名声界的标杆 龚爽老师 他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学习的榜样 爽姐的业务 我们之前也跟她交过手 她的实力是很猛的 在金钟奖 包括在各大赛事上 还有学院的学术上 龚爽老师他不仅是前辈 他已经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了 他一进来给到我的气场 和那种成熟歌手的魅力 那种自信 我来的就是 我就是来拿奖的 我就是第一名 海天黄豆酱 春天花会开 夏节更精彩 海天黄豆酱 春天花会开 现在继续 这里是海天黄豆酱 冠名播出的春天花会开 海天黄豆酱 怎么吃都好吃 肚子好饿呀 这不是还有黄瓜条吗 你先垫垫肚子呗 但是就这么干吃吗 这不是还有海天黄豆酱吗 你试试站着吃 站着吃 我是让你蘸酱吃 蘸酱吃呀 这海天黄豆酱啊 可是我的最爱 蒸闷蘸炒饭 怎么吃都好吃 欢迎收看由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 海天黄豆酱 冠名播出的 湖南卫视 大型民歌敬唱节目 春天花会开 我们通过海天花开榜 来了解一下 截止目前 我们多少组选手 成功晋级 卧虎藏龙的备战间 还有许多未登场的选手们 他们一个个 也是已经期待了很久 感觉这个越来越凶残 越来越凶残 我真的摆不住 让我去吧 来吧 这炸场的来了 完完全全歌者 要表现那个情绪 推到了极致 热血喷张的 他能够表现得 这么的淋漓尽致 这不是实力是什么 给了我很大的一个 灵感的一个想象空间 我觉得还蛮酷的 用你这种独特的嗓音 还能不能带给我们 其他音乐类型的这种碰撞 我们期待下一次 看到你的精彩 好听哦 大神级的电子音乐制作人 他做电子 做属于他自己的电子 在我眼里是一个大才子 同时在这里提醒大家 关注海天微信公众号 发送春天花会开 加入海天之音团 或者您也可以下载 并且登陆芒果TVAPP 点击进入综艺频道页 点击报名参加 春天花会开之音团 就有机会来到现场 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 是的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同时上微博搜索 春天花会开 参与话题讨论 让我们共同见证 民族音乐花开之时 再次谢谢音乐总监 董建杰老师 音响总监合标老师 舞台总监郭振老师 谢谢我们现场的 各位乐队老师们 谢谢各位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